年底將降息 你該定期訂了純美債 還是0050-0056-00878 Failwatch顯示了 12月的降息距離100%了 現在是不是買進美債的關鍵時間 因為需要時間把它滾獲利 我認為這期節目很重要 很接下來節目會鎖定喔 我們要去思考 為什麼主動比較累 被動比較不累 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 長期投資的一個重點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熱年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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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我是主持人Coco 我主持人哲哲郭忠 嘿來看一下 投資必修看 緊張認得 年底將降息 你該定期訂閹的純美債 還是0050-0056-00878 因為其實 我突然發現有點閱率 很多一群人是屬於美債派 是 很多一群人是屬於什麼 那個高ETF派 像承諺老師就屬於美國派 美國派 還是新貴派 不是 你講的是美國派那一集節目裡面 他把派拿來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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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30年前的笑話了好不好 就是你就是美國派 聽不懂聽不懂 你就派好不好 你聽不懂好不好 我們請教三位 就派選鼓很標的 很會標的分析師 超派 來告訴我們超派 好不好 第一個江國中老師你好 哈囉大家好 我認為今天主題非常的 時間很重要為什麼 因為年底即將降息了 Fail Watch顯示了 12月的降息距離100%了 9月提高到 畢竟6成 比之前大幅度的提高 說現在應該是 是不是買進美債的關鍵時間 因為需要時間讓它滾 對不對 把它滾獲利 我認為這集節目很重要 很精彩請各位鎖定 很重要 一定要鎖定 江老師來來看一下 這個 小老鼠WN58899 記得加一下 或點我們標題那邊 什麼顯示更多 或者更多內容 這點標題 就有LINE的連結了 三個老師都有 第二位 哎呀 魏遠老師 蘇維遠老師你好 嗨大家好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 其實原則上 不論是美債 還是這個0050相關的ETF 你要先弄清楚你的投資屬性 那比如說 我的資金我可以 buy and hold 就是給它買著 放著沒有問題的話 那美債我覺得 會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如果說你可以做一些 盯盤或是價差式的操作的話 我覺得可能主動型的ETF 比如說像0050 這些相關的 你就可以做留意喔 buy and hold 就是說資產股票 跟它拜拜 也好 buy and hold 哦原來是這樣啊 拜拜 也好 也好 沒有啦沒有啦 buy and hold是buy 然後買著 持有 抱著 這樣OK嗎 江老師這個我英文這還可以嗎 OK非常的好 非常好好不好 第三位我這個 這個也是International的齁 一位老師記得來加一下 第三位是International 也是教授等級的好不好 介晨諺 古怪教授 你好 來 從被動跟主動 我們要去思考 為什麼主動比較累 被動比較不累 就是我們今天要討論 長期投資的一個重點 哦 主動比較累 打臉好像已經呼之欲出了 對對對 主動一定比較累 少一個喜歡被動的 會有好嗎 喜歡坦著 賺錢的分析師 來來來來 被動確實比較不累 對不對 老師他今天為了你看到 就怕你這個色 你看今天穿多厚的衣服 哦 是是是 電視成金 他不得了啊 我的粉絲都點名說要看他耶 真的 結果我還 結果 沒關係我借你用 我借你用 他們說看不到很生氣啊 我後來還打電話給他說 那可不可以聲音就好 對 我說你就跟我嗯嗯啊啊 幾聲就可以了 他說禮拜五晚上是不是 真的打電話 你們還活潑的耶 而且你知道為什麼我要用打電話的 因為我怕 那一旦直播哇 所有的粉絲都跑光了 哈哈哈哈 你總要請人家吃個東西吧 是不是 請吃什麼 吃什麼 熱狗啊 因為老師有時候自己還會直播啦 對啊 是 個人打廣告 廣告時間不要那麼多 不要一直打廣告 好不好 只是你直播滿活的 你還跟他 二層不跟他 跟他視訊一下 怕不能見人 不是我 我沒有先跟他講啊 我是怕真面目四人 比較不妥啦 還沒準備好 因為我那時候在便利商店 對對對 人太多了 怕大家想說 怎麼找了一個大媽 沒關係是便利商店 不是便鎖就好 好 來來來 那剛才我們的題目是什麼 就是說 這個0050啊 0056啊 878 這好像是一個族群喔 定期定的喔 然後直接跟美在PK耶 PK 這樣的一個PK好像 蠻選邊站的 因為右邊 不管你講5056878 好像又有四子型又有ETF 可是就是股票 所以你今天 我們就要很嚴格來PK是不是 對來 沒問題來我們來看一下 泰拳的精神 泰拳比一下 來 你真的要我提嗎 主持人代班有找好嗎 就你啊 那我幹嘛踢你啊 踢完我還得自己代班 比你有膝蓋 那是什麼老人蹲啊 是不是 蹲那麼久 16蹲這樣 來 蹲一下 來 還要這樣 來蹲一下 要有一首歌嘛 來蹲一下 不用不用我幫你數一下 123 1 2 3 4 6 7 8 9 10 11 12 13 14 少一下 14 15 4 1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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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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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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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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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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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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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通膨應該有機會開始緩降 我們看一下這個 不好意思擋住 上面 你不是說體力很差 Fate的主席威廉斯 這個是紐約Fate的主席 他說 下半年會開始下降 那所以我們看到PCE公佈以後 實際上降息的機率大幅度提高 也許沒有辦法 你可以不要講話一直繞嗎 重點是什麼 重點就是 12月有機會 百分之百降息 就這樣就好了 來來來 來 那所以降息以後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買市值錢來高股息的 還是美債ETF 我們要PK一下嘛 我們拿這幾個來PK 可以嗎 有本事我們就拿16檔ETF 我們一起來念16次 好不好 好 不是我這裡先講一下 就說為什麼要設 不是我先講一下為什麼要設計 就是 市值高股息跟債券 對 其實有個重要原因啊如果真的降息的話 其實對股市也是有利 有利啊 對要不然我們PK幹嘛 是 所以 可是老師有一種不一定有利喔 是緩慢的 就是軟軸路是有利 硬砸路那不好意思 因為軟的話 這個 基本上問題不大 硬的話怕會痛 就是心裡面會痛 因為 你要不要先 緊急衰退的 你要不要先深呼吸一下 好不好 你覺得笑話好笑嗎 是 我覺得不錯 好 好 實際上降息 當然對股市也有利啦 對債券是肯定有利 所以我們想要做這樣的一個PK 好不好 大家必須理解我們的想法 那我們就把這四檔 從封面我們剛才看的 0050 0056 00878 當然我們 為什麼要用 TLT 因為可能很多人會說 哎你為什麼不用元大的啊 為什麼不用國泰 就年期的 2020年才開始 對對對 你跑不到回撤 就是為什麼 我們不用919940 他們這邊還是沒有經過真正很多空頭啦 878勉勉強強 2020年7月 對 生的好 生的妙 因為那已經 8523點已經過了嘛 好不好 這幾個早之後元老期的才有1啦 很多人說哎呀 這些股票怎麼樣啊 這個很棒啊 你要做回撤 你要做最老的做回撤 不要講那些過去的 有沒有 之前940不可能被人家稍微詬病 我不是要攻擊 940你說績效 很漂亮 回撤以後 好像是贏台灣50 結果現在11PK了 還真的舒慘了 因為 他用後照鏡的看法啊 好不好 我第一次感覺你講這麼多話 我就蠻開心的 是不是 我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如果換成是一位林先生主持的話 你就會比較累 是嗎 不是因為他在 你很冷 因為他現在在喘氣 對 搞錯啊 他講多講一點 我要多喘一點 我以為 PK一下 是不是 這不是在講嗎 他說 講什麼 而且我們那時候還要看影片 還要聽節奏 什麼東西 你的節奏都太滿了 真的 蠻了不起就對了 謝謝 下次你來 我帶班的時候你來跳 好來 當然我們 我們做一個回撤 這裡面就有一個問題 說878為什麼不回撤 而且你不公平 你這個不是 虛張褲 所以比較好蹲啊 有可能 有可能 對啊 好 那878為什麼沒有放進來 其實我們雖然把他排在一起 因為規模夠大 可是沒有辦法回撤 還是因為年期比較短 所以我們就用 0050 0056 跟TLT 好不好 那就 回 比如說 大家會 質疑說那這樣 你不用00679b 可是因為 其實00679b 我們講圓形 他的真正美國當時 Follow的圓形 其實就是TLT 簡單講就是TLT TLT 而且你TLT的好處 你沒有考慮到匯對 損益 損失或者利益的關係 對 因為如果匯率的問題進來有時候 還會有些干擾因素 因為很多干擾 有沒有賺錢 你不知道嘛 對 好 來 那我們回撤的時間 就從2017年 我們做兩 非常重要 我們把它分兩個部分 一個是 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級 其實跟現在的環境是一樣的 最後一次升息嗎 到 開始降息 就是這樣子啊 準備降息 然後再來 真的開始降息 一直到 開始降息到 最後一次降息 那我們就來做一個比對 我們看一下 那 第一次是 降息 2001年 那但是為什麼 基本上你如果要拉時間 夠不夠 如果TLT我想應該是OK 可是問題是0050 0056那時候還沒有 沒有 005056才20年 20年 005020年 0056 17年 對 所以就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只能從2007年開始 好不好 好 2007也是 兩次降息嗎 對 那2007年那時候是 房市泡沫的影響 那時候金融海嘯 產生了 那為了讓市場有 更有意願去 投資到 投資也好 買賣股票也好 其實大幅 快速的降息 那另外一次是貨幣正常化是在2019年 所以我們把這個 一起拿來做一個這個這個對比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先每一個看一下我們在總結 好不好 好先看0050 2007年 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 記不記得我剛才一直講 降息 就是利多 對股市 所以那次他漲了多少 31 37.1 可是為什麼 真的開始降息 到最後一次降息 反而大跌 原因很簡單 因為那時候 股市本身 受到基本面的衝擊 所以跟降息 就這降息的目的是什麼 他這次比較平常硬著路啦 不是軟著路啦 就是硬我剛才講硬會痛 軟就不會 心理啦 我講心理 那2019年最後一次 你很硬嘛 你最硬的啊 你是有見過 鐵石心腸最硬的啊 心理嘛 對啊心理 對 因為你剛才那個 心理硬起來都軟啦 對對對 乾硬的地方 有硬啊 但是不該硬的地方也硬了 就是這樣 都硬都硬 都硬都硬 好不好 那最後一次升息 2019年這一次是漲8.6 可是你看喔 開始降息到最後一次降息 2019年這一次 漲8% 為什麼 就你剛才講其實是軟著路 其實是軟著路 所以平均來講降息會漲 但是開始降息到最後一次降息 反而是跌 可是我們只有兩次的樣本啊 坦白講 我覺得還是不夠 還是不夠 但是我們還是客觀的比對啦 對啦 好我們先客觀 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之前 都有漲啦 現在就有漲啦 還蠻準的啊 現在就屬於最後一次升息嘛 到開始降息之前 沒錯 好來 那0056的部分 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 沒有 因為那時候 應該是 資料 資料 我沒有辦法 他只有17年而已 對沒有辦法 去比對給各位看 但是2019年這一次就漲了 所以基本上只要 開始降息其實 就說好像要降息 其實對股市都是利多 都利多 好不好 他會先行反應 因為資金就出來了嘛 降息就錢就出來了 對 那開始降息以後到最後一次降息 也是大跌 這個沒有辦法 因為我講他是股市 2008年都跌啊 這基本面問題啦 對啊 那也會基本面問題 不得不降息 是 但你看2019年這一次他也是漲 漲12%多 所以整體來講 整體來講 其實還是要跟基本面搭關係 這一點很重要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次降息 是因為基本面不好的降息 那個 我相信不是 我相信這一次不會 我是說如果萬一啦 對 萬一 我是說0050跟0056 不要一萬 2007年 你現在有口 可以跟我插嘴 不錯 2007年 這一次 是因為景氣不好的降息 那美債可能就會噴出去 那 高股息ETF 或者是其他的ETF 都會跌 好不好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 水冷啊 液冷很重要 對因為氣冷好像降溫降比較慢 比較慢 好來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TLT 那TLT其實是台灣很多 20年起 以上美國公債 Follow的原型的ETF 好不好 所以我們看這個應該是標準 那最後一次升息到開始降息 漲了15.4 所以我講 只要降 降息其實對債券是有利的 那真正開始降息後他就大漲 開始降息後漲了34.5 那2019年這一次呢 漲了12.4 開始降息後漲了50% 很驚人 那所以 你有沒有發現 只要扯到 降息這個議題 不論是 真的已經降息了 還是還沒降息 只要扯到降息 我再強調 扯到降息這個議題 他都會漲 更恐怖的是喔 老師開始降息後到最後一次降息 這是真的很猛 你看到準備降息的時候 你賺大啦 對 2017年2019年是 買債券可以賺50% 可以喔 很嚇人喔 很嚇人喔 所以 但聽我進隔攻對隔手嘛 對對對 所以你現在你怕股市漲太多 你買美債是可以買的 可以 感覺答案是這樣子嘛 感覺喔 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來 那我們 整體來 比一比 我要這個圖片 放在一起 很漂亮 三種顏色 然後你看喔 給你顏色 對 而且這個顏色看起來又舒服 然後字型也不錯 夠了 來看一下0050的部分 最後一次升息到降息 其實是股市 就現在喔 現在是最後一次升息 是準備降息了 對 到準備降息的時候 所以為什麼現在 為什麼 為什麼你美債沒有漲嗎 就漲一天天 因為資金還是在股市 說實在的 大家還是對股市 保有 比較大的一個期望 老師其實現在債券大部分 大部分有些人 賺4 5%喔 所以換句話說如果 我要跟上13% 到開始 12月或9月降息 還會補漲喔 可是 我自己買的債券有超過10% 有喔 你買哪邊 基本上買最低點 差不多 差不多 哇塞 我們看一下美債 其實有 其實有 有沒有 老師你基本上得買27塊了 這附近 沒有說絕 最低啦 這30塊啊 所以 你會發現這個差不多啦 你看這邊也差不多不到10%啦 對 就對我影響不大 可是你看好像是每個買最低喔 老師你看一下 而且你這個 這個圖還沒有包括 配息 老師 我們基存點是 就是最後一次降 最後一次 開始 升息 我們就是開始升息的基準點是差不多 32塊 對 32塊 沒錯吧小編沒錯吧 32塊 32塊要再乘13% 降息之前如果按照以前的邏輯應該要漲到 35塊 所以如果 36塊 當時在這裡進場 等於可以賺230% 啊我還是強調還沒有包括配息 你現在30塊如果找到36塊喔 你也可以漲20%喔 差不多差不多 我估計已經差不多了 如果是按照以前的報酬 平均報酬13% 哇到12月之前還有機會漲20% 還是有 我記得還是有 所以大家不要輕易放棄 不要輕易放棄 好 那 怎麼樣 是的 老師今年呢12月很有可能第一次降息 那這樣子 老師 幹嘛流汗 對啊 緊張啊 看到美女講話我會緊張 對啊 你剛不是說不會累 不會累啊 就不會累啊 有喘嗎 我剛才有喘嗎 你眼鏡都是淚水 這不是淚水 這是汗水 汗水 其實我覺得我被 被搞得有點難過了 對 我想說其實我應該來個100噸的 沒有 講錯 數學不錯 還有84是不是 不是 還有64 沒有 不是 66 前面第一段我已經把你剪掉了 不行 剪掉他們看不到 但是我真的有蹲 84這好笑 對對對 來 老師那今年有可能迎來第一次的降息 那這樣我要賣美債的話 我就是等到價位到32、35的時候在賣嗎 不是 我們在談美債 我們剛才講什麼結論 你為什麼要跟我問 賣美債這件事 不是 我們剛才講說至少 未雨綢繪啊 未雨綢繪 按照以前的平均我們剛才講36塊 你根本說三幾塊要走 那這好像你才15歲 你跑去買嬰兒服 以後你結婚要生小孩 不是你說幾塊要走 32或35啊 3個35差很多 太早了 因為第一次降息 降息的時候32嘛 然後剛剛那個 沒有第一次降息我們剛才算的話 應該是35 升息 最後一次升息 是32 到開始降息 43%的話 如果按照以前平均的話 是應該 這一次漲幅會到35 對 如果12月降息 還會有機會找到35元 知道嗎 知道啊 說不急啦不急啦 我知道是因為你太累了 他是要 我們幫他接梗啦 是 展13% 接下來還有機會展40% 對 不要急啊 好不好 等個 我覺得至少 可以hold個35年 不是因為他 40% 好不好 享受一下 那這些開始降息到最後一次降息對不對 有時候反而跌的 注意一下 不過這兩次 都是因為什麼 硬著路 對 要注意一下 進入軟著路就不用太過擔心 好 好 那當然如果這樣的話 然後跟長期定期定人要選誰 現在有一個問題喔 我 因為現在 我們的粉絲很多服粉 他其實都在定期定人 你有問題嗎 我有什麼問題 你有你有時候現在有問題啊 因為我覺得只有你有才有問題啊 什麼問題 就是你體力很差 我體力哪裡很差 好啦開玩笑 不然再來16次啊 好 我幹嘛自己Cue 沒關係啊 而且等一下你第2次又把我剪掉 就我總共跳了3次 這一次我不會剪 這一次我不會剪 對不對 來我們好好錄節目 好不好 已經20分49秒 來 定期定額該選誰喔 我如果 我們把他整個還原下去看的話 其實 一個很妙的地方是0050 2008年以來的績效高達379% 0056是278 TLT竟然只有 59% 怎麼會 這樣呢 實際上啊 不難理解 因為畢竟 畢竟債券 只能賺 降息那一段 的 利多 可是股市他其實會 一路的 中間也許因為空頭他會修正 因為 這個硬著入他會下跌 但是 硬著入下跌的時候你進場的成本又低啊 對不對 所以如果 照這個圖 整個推估出來的結果來看 其實定期定額 長期 應該要存ETF 而且市值型可能優於高股息 那當然債券 比較適合 短打 我講的短打當然不是說 一天兩天這種短打 我指的短打就是說 針對 降息的這個環境 去做操作 只適合降息這環節 降息前 準備降息前 跟開始降息的時候買美貸 對啦 沒錯 跟中長期的你看 款打啦 你看環色什麼 是0050啦 有沒有看到 對 這機下 我不知道用這個字好不好 犯大 屌打這個字 可以撥嗎 網右網右 黃色是0050 你看到 你看到最後 你看狂贏啊 不贏則以 一名機能 我覺得這裡面 TLT 對 TLT是什麼顏色 TLT是藍色 藍色 中長期機下 我覺得主要有個關鍵就是說 因為 定期定額 他會在每次大跌的時候 獲得更優異的 成本優勢 拉回什麼 美債 因為說實話美債 已經是全世界最穩健的產品 是 你還要他長期報酬 風險又低 長期報酬又 贏0050 那你誰要買0050啊 是不是誰要冒這個風險啊 這個邏輯很簡單嘛 有邏輯 所以說這個時候 這低風險的這個投資產品 還能在這個時候有機會贏過0050 在這段期間 就夠了 好不好 來 那我們做一個結論好不好 統計開始降息到最後一次降息 美債是真的好啦 我還是強調 如果你是要吃 降息的利多 那你買美債 這絕對沒有問題 好不好 因為絕對優於005600 50 但是 如果你真的長期 你問的問題是 定期定額 長期投資 10年 20年 20年 那說實在的 我講市值型優於高股息 然後市值型優於高股息ETF又優於美債ETF 沒錯沒錯 所以市值型 就 長期定期定額來講應該還是首選 那可是不會倒的風險 那美債啦 好不好 其實也都沒有倒的問題 對啊 因為你ETF會換股啊 有問題他就換掉了 是啦 好不好 台灣如果戰爭風險的話 那個 不好說 對啊 討論這件事 不過我今天想那個笑話 因為今天有人問我說 那個台灣如果倒的話還可以買美債 我說台灣倒了怎麼 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倒啊 不是很好笑 台灣如果戰爭的話 要不要買美債 美債是不是還有風險 台灣都已經戰爭了 你買美債要怎麼輸回 我也不知道 可是又有人說那是不是要去美國 我說去美國 你想想看 去美國 你被人家長期的風險比較大 還是在台灣 發生戰爭風險比較大 美國 長期的風險比較大 也不一定 他有沒有走進校園 不要亂講 我們都不要亂 所以移民也不一定有比較好 什麼事都有風險啦 都有風險 就這個結論啦 謝謝老師 嘉老師你有什麼想法 快速來講 針對那個TLT 我認為 因為他有時間性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一次性買足 會比定期定額好一些 好 會有 一次性買足會比較好 是 好謝謝老師 好來 老師 威嚴老師來看 威嚴老師 那不是要定期定額 那意思是說現在就是買點對啦 快要 即將要確定要降行之前 趕緊做 等到你要知道降息他都噴的啦 對 知道 就知道什麼時候降息就要噴的喔 因為我覺得美債有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他有 兼具避險的功能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0050跟0056做不到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一波行行不管怎麼樣 如果真的看完行行 那我覺得 股票直接 挑好的股票進場 那 美債部分你又可以賺到這個 接下來降息的利多 那又有避險功能的話 我覺得 我個人會比較偏好美債 就目前階段美債是對的 中長期而言 你要傳家 傳放個10年20年 0050就好 對的 那如果你都怕 每一半都好 各一半 每一半美債 0050 美債或 0056 00878 結論出來 所以謝謝大家 如果覺得我們節目很精彩的話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而且也可以贊助我們 按超級喜歡 抖內我們贊助我們也謝謝你 每周一段收穫 一張剪盤影片 二次教訓影片 最愛之外 謝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盛 浪年財富 feefeefee 大局大力多 好不好 這個很重要啊 財政業我都親自降臨了 是不是 一台老師 唱歌 然後歌神 賣遊戲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這期 瘋狂股市福利盛 先告訴你 二月一周 放高虎 想先放 開著牆 打 瘋狂股市福利盛 你的嘴巴好厲害喔 OK 想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撒子 只有誰能快點告訴我 你會好 不然 怎麼大呼 感覺好像盯著我 最高沙滴的經驗真的痛 黑洋紀律 我確實冒一種 Oh I know 看空 瞬瞎球 都有 這沒錯吧 右邊是水 賣這套 交易之前要考慮這期 瘋狂股 瘋狂股市福利盛 對 這倒動 我來對不對 對 最最高 沙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毛病 瘋狂股市福利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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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來一桌 全民道 瘋狂頂股市福利盛 checking �瘋狂股市福利盛